誰會成為香港版的恆大 今年國內有很多火氣爆煲 隨著聯儲局加了一輪息 香港樓市下限 加上近來連關張志 很多銀行都下雨收 開始過路 在劈價潮之下的香港發展商 其實捱得很辛苦 現時香港各大發展商的政府債比率 不是一個健康的水平 今天我們揭開香港各大發展商的年報 看一看 政府債比率通常用來衡量企業償還債務的能力 計法就是用總負債除以總資產 計算出來的數值越高 就代表這個企業無力償還債務的可能性就越高 即是爆煲的風險 很大力 一納數下去 政府債比率由最高排到最少 最高的接近200% 最低的是政府債 哇這個好厲害 我們抽出香港最常見的發展商來看一看 首先就是順智 政府債 純現金 真是很有錢 即是它等於數平貨 第二就是暢實 政府債比率只是1.4% 都是拿著很多錢等於數平貨 第二就是新地 狗錯 恆地 還有加利比較保守的政府債比率 都是未超過40% 以最高風險的新世界 政府債比率都是48.7% 都屬於一個健康的水平 新世界今年投資取向是比較積極的 在融資方面是多了 但它都控制一個比較合理的水平 除了已經爆煲的恆大和碧桂園 我們看到中小營的發展商 他們都比較大 政府債比率最高的兩家公司 都超過了100% 有請前三名 第一個就是嘉明集團 第二個就是九龍建業 第三個就是遠東發展 遠東發展就是海外的項目 就陸續會完成 我相信政府債比率也會跌回 九龍建業應該相對來說都比較穩健 而嘉明集團就看起來的比率也太近了 我們看看嘉明集團的年報 嘉明集團總資產是89億 當中有83億 是抵押了銀行和財務機構 向東以將93%的資產抵押了出去 這個比率是很誇張 手頭上的現金是5.7億 而它的貸款是56億 是1比10的比率 雖然未去到資不抵債 但是也叫做貼地飛行 很危險 有什麼風吹草動 隨時會爆一旺 如果發展商向銀行或財務機構借錢 以前都用浮息去計算 而聯儲局加了一輪息 融資成本就比以前高了很多 在未加息之前的利率是1.5% 到今時今日 派款利息是3.8厘 比以前是貴了一倍有得 而坊間傳聞一些比較小型的發展商 甚至是會借財仔 地息會比一般銀行更高 甚至過濕泥都有 Hello 天時就樓市轉弱 樓越賣越便宜 想出貨 基本上不打回骨折 都未必會那麼快賺到貨 對小型發展商 資金周轉上是有一定的壓力 如果真的捱不到貴息 可以賣資產或賣項目去套現 他們手上的項目都值錢的 相信仍然有一大堆 實力兇厚、財力豐富的發展商 想用一個折扣架 去接手他們的項目 或者他們的資產 俗稱叫撿死雞 我全都用 就好比前幾年海鶴賣地 給匯德峰或者是銀機 基本上香港樓很少有難尾的情況 因為香港的情況跟內地很不一樣 始終都是地小人多 不論是商主項目 都仍然叫做有價有市 只要發展商肯虧 肯便宜一點出手 都仍然散到貨 除非他真的拖到爆煲那一刻才出手 或者因為某些投資室 也需要補創 這就是公司風險管理上出現問題 不關地的事 不關起樓的事 今日的分享就是這樣 我是路易小王 我是阿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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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